金山中角灣曾經是衝浪的勝地 不過仔細一看 在海面上有一個年輕的臉孔 他是第一次參加選舉的新人 代表民進黨參選新北市議員的鄭宇恩 特別現身金山中角灣要來衝浪 他表示衝浪不只是要展現新人不為風浪的決心 更是要來推廣北海岸的觀光 相較於其他競選掃街敗票 衝浪這個另類的肇事花招真的相當特別 新北市的第一選區整個北海岸 他是一個海岸線 但是我希望說 我本身自己是一個衝浪的人 衝浪者 我知道我們的沙灘的環境維護 儘管有很多的在地團體 他們有很多的淨灘活動 但是我還是希望政府 在沙灘上面嘗試很多的垃圾桶 我想現在的人都 現在的公民都有很好的公民意識 知道要隨手撿垃圾 但是撿起來的垃圾要放哪裡 政府應該要來幫助我們 28歲的鄭宇恩頂著法學碩士的光環 拼上綠袍主打陽光形象 抱著衝浪板一路往外滑 趁著一個浪頭起身站穩乘風破浪 頗有專業衝浪的身手 不過在選舉競爭激烈的時候 怎麼會跑來衝浪 鄭宇恩說 衝浪就像打選戰 面對一波波的挑戰 就要勇敢離平 對我想在台灣整個衝浪環境的話 父母親是非常擔心小孩子去海邊的 那我自己也是 我一開始20歲衝浪的時候 我媽媽非常的擔心 我父母親他們希望我不要來海邊 但是我覺得這是一種個性 衝浪是一種冒險跟挑戰 就好像競選一樣 所以你就挑男性的路走 那往往你得到的成果 會是非常好的 鄭宇恩說 民眾面對大海 都有一個危險的刻板印象 但是只要有正確的觀念 還有政府完善的救生措施 就能夠解決 加上整個北海岸 更可以好好的來發展觀光 此外他還教衝浪的初學者 要如何學得安全 我想衝浪的初學者 一開始想要學衝浪的話 最好還是在夏天 那再來海邊 那你要找對的商家 請他們教你一些基礎觀念 那最好還是有人帶 帶你第一次下水 那如果朋友也會的話 也是結伴而行比較好 因為衝浪 如果一發生危險 那是10秒鐘的事情 所以如果附近有旁邊 有朋友可以幫忙 我想還是要結伴而行會比較好 年僅28歲就參加市議員的選舉 雖然一開始讓許多人 心裡產生不少問號 不過青年參政 跳脫市場 公園拜票的傳統思維 選擇豪放的海邊衝浪 也為緊繃的選情 增添不一樣的氣氛 這就是專意 金三採訪報導